第四個字幕, 第四個字幕 我們的隊員由跨越第一個障礙 到現在途手拉起一輛車 無論是伸手和力量都不簡單 要拉起一輛車一點都不容易 因為這輛車是高了兩噸這麼重 身為我們特別部隊的隊員 我們所配備的裝備 槍械都是一等的重量 所以我們對於每位同事的體能 都有一定程度的要求 加油啊! 現在由一人接力到二人的托木槍環節 這支木槍至少都有兩個人以上的重量 他們還要盡快把這支木槍 運到三人小隊的途手Pumpa 承索的關卡 他們現在已經匯合了第三個隊員 合力將他們送到裝甲車頂 他們要在沒有任何裝備輔助下 就這樣途手 用一條繩子 由一輛車頂去另一輛車頂 這個項目絕對是要考驗他們的平衡力 體能和膽識 千萬不要再看他們這麼簡單 是需要長時間的練習才能做到的 加油啊! Kevin想問你支持哪一隊? 我今天穿了藍色衣服 當然是支持藍隊 我也是穿藍色衣服 我也支持藍隊 你們兩個支持藍隊 我支持綠隊 Doramy 你呢? 雖然我也是藍色衣服的 但是我支持你 我支持綠隊 謝謝你 其實兩隊已經相繼接力到四人的小隊 其實他們的速度都很差不多 真的 那也會變得更快 我想問一下你們兩位 他們現在穿這些裝備 是不是攻堅時候用的裝備 是啊,Kevin 現在他們上的就是 當緊急情況之下他們上的裝備 例如他們的避彈衣、防彈頭盔 以及配備的場外力 以及衝鋒槍 以及突擊步槍等等 現在所演練的 是一些緊急爆破的技巧 剛才所用的就是散彈槍 以及一些撞門的工具 在這個站 它是需要用電腳 將生前的障礙物鋸開 無疑呢 當遇到意想不到的障礙物的時候 需要用機械的爆破技術 盡快去製造進出點 所以我們的隊員 除了在不同的任務之下 都要配備基本的裝備之外 一定要配備不同的裝備 例如剛才所說的爆破的裝備 又來現在的支援裝備 戰術梯等等 現在藍隊領先 藍隊加油 加油,綠隊 綠隊加油 現在他們是需要用這個戰術梯 去過前面這一輛大貨車 他們上到車的車頂之後 還要將戰術梯 運到車的另一邊 這個項目絕對 是要考驗他們的默契和合作性 兩樣的缺一不可 還要很安全地進行 真的很困難 絕對是要合作速度 因為有團體默契安全 是很重要的 加油,綠隊 努力 給點掌聲給兩隊人 大家為他們打氣 還有幾個站 下一個站 下一個站 已經有兩艘橡皮艇等著他們 他們這個項目 要盡快將這艘橡皮艇抬到牆的中間 透過這個項目 想告訴大家 我們的訓練 是要上天下海的 我們同時具備 在陸上和海上的工作能力 快到最後一站 他們兩隊人 要盡快把把上面的氣球 全部射包 然後還要向天 響一槍 為之完成整個挑戰賽 究竟哪一隊會快一點呢 很緊張 很緊張 還欠幾個氣球 藍隊掌手令 看來應該是 綠隊加油 綠隊加油 叮噹碼頭 叮噹碼頭